是谁说中国足球不行?不行的那是国足,看看我们的中国女足姑娘们。 昨晚,王商设计了中国人在欧冠的第一个进球,王商进球后,终于实现偶像C罗巴期一幕。 阿里队有9人主动上来庆祝,10月18日,女足欧冠八分之一决赛,阿里圣志尔曼女足在客场2比0击败瑞典雪平女足。 比赛中,王商打入了自己的欧冠手球,也是中国人欧冠破门的第一球。 看过这场比赛的球迷会知道,王商已经成为队中最耀眼的明星,阿里全队中就王商处理球和传球冷静和有条理。 王商自从加盟欧洲豪门巴黎女足后,每一场比赛都有亮眼数据,都给球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 王商一共为巴黎女足出场了6次,在这6场比赛中,王商就造了6球,王商果然不愧中国女梅西的称呼。 他在亚运会的4场比赛中都取得了锦球,更是有一场攻入三球完成了卯子戏法。 1995年出生的他,年仅23岁,却已经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。 如今的中国足球谁最牛,在男足几十年发挥稳定的中国足球界。 答案不容置疑,他就是被中国球迷赞与中国梅西的女足姑娘王双,王双作为中国足球的头号明星,目前在巴黎圣治尔曼校里。 他坦言,大家叫我中国梅西,但我的偶像是飞罗。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。